好 接着下来呢 我们大家再看 问曰病有鸡有鞠有骨气 何谓也什么意思 是曰鸡者脏病也中不移 这个鸡呢 讲的就是肿瘤癌症 停在脏里面不会动的 鸡呢在腹病里面 可能是食物的一些残渣 停在这个腹里面 消化系统里面 那发作有时 有的时候发作 有的时候不发作 辗转痛疑 而为可知 诸位记得 只要这个痛会移动的 都不会有事 最怕就是不定那一点不痛 痛就不移动 这就麻烦 骨气者斜下痛 暗之则欲 复发为骨气 这个是 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鞠还有骨气 都是比较好治的 最难治的是鸡 我们现在开始慢慢深入 我把诸位塞到终于的很深的地方去 那当你知道 老师我怎么知道它是鸡 它是锯 还是骨气呢 这个里面就已经先提到一点了 一直不动的 痛一直不动的 比如说肺癌 这个我们临床经验 肺癌的病人 这个我画一个人的胸部 以肺骨在这边 比如说它痛在这个地方 这个痛是持续不断的痛 病人呼吸 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痛呢 像刀刺般的痛 晚上睡觉也痛 白天不动也痛 吸气也痛 是吐气也痛 一直停在这里不动 移转的 这是当 直接发肺癌的 我会 我们这样介绍的厨房给大家看 移转的 比如说我是乳癌 移转成肺癌 不会痛 但是乳癌还在那里痛 所以 你如果遇到移转的病 你 持续 你去治疗它的时候 发现移转的恢复的会很快 所以你如果直接发肝癌 直接发肺癌 不好治 脏病 但是你如果是乳癌 移转成肺癌 移转成肝癌 就比较好治 因为乳癌是外面 在外侧 内脏呢 讲的是肝心 脾肺胜 所以说 这乳癌生在外面 没有在肋骨里面 照正常来说 这乳癌不会死人的 因为在外面 那中医的观念里面 往外 一直往外走 一直往外走 就是 不管是轻盈仓 或者是不管是任何的病 它往外走 代表是急 往内走 是胸 所以你如果得到乳癌 你看到乳头 它一般都发在乳头周围 乳头凹下去了 往里面走 就开始凶 如果是乳头停在外面 不会有凶的 反过来 如果它乳头凹下去 但是经过你吃你的药以后 往外走 代表 往好的方向走 所以 中医的很多的辩证论治 很有道理 你不需要说 硬要去做mameggram 挤压 挤压它的这个 挤压 挤压了以后 然后再去做 挤压完了以后 这样压住 然后进去做 needal biopsy 就是做 刺进去 做个切片 那种都是 折腾人嘛 这种挤压又怎么样 还是乳癌 还是死得很快 对不对 所以我都是跟病人讲说 这个是你给你的敌人做的 敌人啊 你很讨厌它 就要去做mameggram 痛得要死 痛得要死 没有用 那不动 好 句子呢 肠位里面 很简单字 基本上你的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任何痛会转移的 硬块会转移的 都没有关系 好 整篇 五脏风寒 极具并卖阵里面 这个就是重点了 这个就是重点 好 朱鸡大坊 脉来戏而复古者 乃基业 这种脉呢 朱鸡如果到我诊所里面 一天到晚都可以摸到 好奇怪啊 老外重病了 第一个就想到我 不晓得为什么 反正她看到我就很安心 这个老太太进来呢 一看到我 我知道你可以救我 我还没开口讲话呢 看到我就会这种感觉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这种看了很多 跟我临床的跟着的医生 就常常摸到 我说你看 这就是复古脉 他们就跟着后面摸 你要经过摸过以后 好 这个脉 最清楚 这个脉不会骗人的 细而复古 你在摸 我们秤口 现在给大家一个 基本上一个概念 为什么老师 老师你为什么要 这个就讲这个脉 就是主委 你不需要去做什么 MRI 那个 X光去照射 你要注射 搭而进去 再去做切片什么样 不需要 马上就可以查到 不然的话 正常人这样做个dive 有的人就是本来没事吧 去做个检查就死掉了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不鼓励病人去做检查 做完检查就说what 病人说 我就算死 我要知道我怎么回事 好你死吧 就死掉了 很快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活得很长 知道怎么回事 死得更快 但是我们要用麦 来诊断 来做诊断 协助我们诊断 手臂这样子 手掌 关 尺 这个关的地方 高股之下为关 就是我们的金曲穴 我相信诸位都学过针酒的吗 很熟 这个金曲穴 费金的金曲穴 上面的寸就是我们的太渊穴 太渊穴 此呢 就是我们的费金的裂缺穴 那以寸关尺为主 关一条横线 如果是寸 手上的脉 就是手掌的横纹的地方 这是寸位 这个圈是寸位 如果你发现到细而复古 脉摸上去真的就是细哦 然后复古是什么意思 重压到骨边脉还在那边 叫做复古脉 那以寸为胸 换句话说 肺癌的人在寸脉一定会摸到复古脉 不会有心脏癌的 知道 这是肺癌 那如果是寸上寸 这个脉跑上去了 老师 超过这个指头 还有细的复古的脉 就代表这个癌症呢 到喉咙上去了 在喉中 围出寸口在喉中 而这个临床上围出寸口 如果你没有摸过 你真的是不知道 我告诉诸位 围出寸口不是直的走 脉是横向的走 往手掌内侧走 就是大拇指往横向走 所以当你一摸到脉 它是细细的往这边走 知道 因为堵在喉咙 为什么会往这边走 因为喉咙堵到了 它没有办法过去 撤过来 所以真的细脉不是这样子 是转过来的 所以你看到脑瘤 喉癌 舌癌 脉都是往旁边走 往内侧这边走 这边就往这边走 这只手呢 往这边走 横过来的复古脉 不是直的 如果有个老师不知道 跟你说直的 那个老师根本没治过癌症 我一听到耳末 这个基在喉咒 如果是观上 基在旗旁 所谓观上就是细的脉 复古脉 正在观的地方 我们就在肚脐的周围 肚脐可能是 胰胀癌肝癌之类的 如果是上观上 基在心下 就是胃的下方这边 可能是胰胀癌之类的 上观观在上方这边 观脉的上方这边 观脉的下方这边 还要观 它分成三部在这边 那如果是 为下观 就基在 少富 如果是 复古脉 细而复古 在此中的话 基在气冲 就是在我们的 这个下腹的 下腹的 比如说 这个是 气冲就讲这一代 对女人家来说 可能就是 子宫癌 卵巢癌 对男人来说 可能就是 社乎腺癌 就停在 气冲这一代 摸到 鸡脉的时候 如果是复古脉 是在左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下课继续讲 我们继续 一般来说 摸到鸡脉的时候 是同侧 所以说 如果肌脉在左手 这个脉出 又肌脉在右 脉两处 肌在中央 各以其部为准 就会看 如果你的 复古脉 是在左手 就知道 肌病是在左侧 如果复古脉呢 是在右边 肌病在右侧 所以说 比如说 刚刚讲的肺癌 像 病人呢 是右侧胸痛 我们在他右手的 寸脉的位置 一定可以摸到 复古脉 同侧 同侧 那这个 如果是两手 都有肌脉 那就在中间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 肌脉的 这个 这个位置 那知道肌脉的位置 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是脉细 而且复古 你吃了药以后 脉变大了 然后慢慢脉速缓下来 比如说 我们前面有跟大家介绍过 以5呢 为个基准 这个脉呢 一席 5字 这是正常 超过5了以后到10 这是 很危险 太少了 也是10帧 那你原来是 肌脉的时候 这个复古脉 原来是 比如说 一席是8字 你帮他治疗了以后 变成7字 变成6字 往回 往回走 代表病情在 好转的中间 那同样的 当你的速度 所以我们看脉 可以看速度 还有看脉的形 脉原来是细 为什么 因为肌 就是肿瘤 把包住 把我们血管包住 血管变得很细小 所以它的脉 变得很细 那如果脉 病人粗大 同时痛减少了 晚上睡觉好 睡了 诸如此类 都可以代表病人 好转 好转 用脉诊 来确定 在继续下去 之前呢 我们要跟诸位 我跟诸位介绍个案例 在临床上 我们治疗费 现在病人恢复得很好 最近小金城 没过来 这个人呢 来的时候就是 Lung Cancer 然后呢 叫我Stop Smoking 他要戒烟 已经肺癌第四期了 他说我要戒烟 好 你意思我今天来呢 你帮我治疗肺癌 好 还有戒烟 我其他都很好 就是肺癌 好 好 这病人很好玩 他其他部位都很好 就是这个肺癌 那 他在吃 吸药 没有什么药 没有药 就给他吃这个 高血压的药 给他吃Aspirin 好 那这个人呢 1940年生 一个 那我就 他跟他太太一起来 我就说你不要担心 这里痛 你不要担心 你就好好去玩 他从包包里面拿一条 拿一张照片出来 一个游艇 他说我的梦 叫游艇 我要到海上去 我现在肺癌 我现在要回去 把房子卖掉 我说你来找我是对的 因为我们药价 是很便宜的 比那个西药好多了 西药很贵 他说我绝对不做西药 任何的化疗 因为他到了手上的时候 已经他被查到已经是第四期了 好 那 他说那我 那戒烟呢 那如果还没有戒药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抽烟呢 我说那你继续抽好了 对不对 因为你想想看 幽灵伤肺 哦 幽伤肺 那 那他现在已经很幽了 对不对 得了肺癌 然后 我们在 帮他治疗的时候 我说你再把烟戒掉 他抽了一辈子 对 那这个时候你突然停掉 因为我看过很多太太 有的太太94岁了 送到老人院去了 结果就一直抽烟 老人院的护士就跟太太说 那你年龄那么大了 你把烟戒的抽烟对你不好 他也没想到94岁了 就太太烟一丢掉 一个礼拜就走掉了 人家94岁了 你为什么 长寿的人不可以去听 短寿的人的话 所以 对啊 你这个 他都和94岁 怎么可以听个 三十几岁的人讲的话呢 了解我意思吧 那这种情 到了这种情绪来 你继续抽 继续抽 没有关系 搞不好继续抽 还不会死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 您继续抽 那当你不想抽丢了就丢了 那你想抽还是抽 没有关系 不要刻意去戒 那顺其自然 反正已经肺癌了嘛 多抽 不抽都一样 对不对 好 这个开始的动作 刚开始我碰到他的时候 我说 你呢 你怎么知道你得肺癌 我就是咳嗽 每天咳嗽咳嗽 连续咳六个月 没有好 结果呢 我跑去检查 记忆一查 赵X光一做切片 他就做了切片 他说肺癌呢 在第三期到第四期的中间 好 他还在抽烟呢 我就问他 我说先生呢 你睡觉 可不可以平躺 当然是可以平躺 我们为什么问他 可不可以平躺 就是要知道 肺里面有没有积水 对 治疗任何的癌症 经方家的一个观念 你看我们有很多沥水的药 比如说石澡汤 干水 半下汤 很多沥水的药 五菱散啊 很多排水的药 我们要第一个 把水阻绝掉 因为任何东西都需要水 没有水是没办法生存的 所以第二个是 营养要把它阻绝掉 所以我们常常鼓励病人呢 你去吃这个越原始的食物 越organic 越原来的 没有经过改良的 像糙米啊 草麦啊 那种我们五谷杂 两种东西 它没有经过 那个改良过以后 它体积比较大 那一般癌细胞就吃不进去 没有办法吃到营养 你如果吃的人工添加物很多 或者人工改良的食物很多了以后 这些营养就会去喂食癌细胞 那你又水饮在里面 那又营养在里面 癌细胞生活在里面很爽啊 对不对 又好吃的东西 又游泳池可以游泳 所以说 它的代理面不走啊 中医呢 我们不是说要去把癌症杀掉 而是我们去改变环境 把环境一改变掉以后 所以中医讲症状嘛 环境改变掉以后 它就没办法生存了 变成正常的组织 细胞可以生存 癌细胞不能生存 所以我们就下定义 什么叫正常人 什么叫不正常的人 就这样来的